鬼杀队中最强的角色 我们已经知道是纪国元一 就连始祖无惨也差点被他砍死 导致无惨经过几百年 都一直对元一有心理创伤 元一他有个双胞胎哥哥 名叫纪国元一 他从小就非常仰慕和嫉妒元一 那是因为元一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 他是被上天选中的人 元一因为嫉妒嫉妒而选择成为了鬼 他成为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力量 他成为鬼过后取名为黑死谋 黑死谋经过几百年后 都一直都是十二鬼月中的上贤之一 他的位置一直都保持在第一 今天就让我们看看 如果元一不成为鬼的 而是成为现在鬼杀队的猎鬼人 他在猎鬼人当中会是怎么样的强者 如果他与上贤之鬼战斗会发生什么 待会我将会解说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纪国元一有多强 目前我们没有足够资料 关于严胜战斗的场景 所以很难推测他的实力到达哪里 所以就让我们从黑死谋的过去 来了解他有多强 严胜出生在战国时代的武士家族 他们的家族也非常的富裕 严胜还有个双胞胎弟弟 纪国元一 小时候的元一因为行为非常奇怪 大家都以为他有问题 所以严胜被认定为继承人 后来父亲为了培育严胜 他派导师去训练他 严胜的身手也得到认可 严胜知道其他人对他有所期望 他为了回应这些期望 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强大的武士 然而这个美梦被破坏了 有一天元一击败了那位导师 这对严胜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他训练到半死都没能打败他 他第一次才知道元一是多么强大 而且他也知道元一拥有通透世界的能力 严胜在面对元一拥有着压倒性的力量 他顿时陷入绝望 认为自己肯定会被父亲冷漠了 他也从那一刻起对元一产生嫉妒的心 突然有一天元一离家出走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之后严胜长大后也成为了一名武士 他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的世界出现鬼而变得翻天覆地 从鬼中拯救严胜的正是失踪多年的元一 严胜再次地看到他的时候 他嫉妒的心也再度地浮现出来 但同时他也渴望将这强大的力量变成自己的 于是他抛弃妻子和孩子加入鬼杀队 他加入鬼杀队并不是为了打败鬼 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剑术而加入 他是多么地渴望变强 因为他是元一的哥哥 所以他一定要比元一强 他的内心也开始失控了 他对渴望力量已经到达痴迷的程度了 严胜虽然不能使用日之呼吸 但他创造自己的月之呼吸 我们知道日之呼吸衍生出炎 水 雷 风和炎之呼吸 并还有更多的呼吸 从这些呼吸衍生出来 但月之呼吸并不是衍生自这五大呼吸法 月之呼吸与其他的呼吸略有不同 月之呼吸是日之呼吸的相反 他并没有日之呼吸基础的力量 但仍然比五大呼吸法还强大 后来炎盛遇到五彩 五彩又说他成为鬼 五彩让炎盛知道 无论怎么样的努力都会追不上元一 而且炎盛刚觉醒般文 他知道一旦局醒般文绝对活不久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也不多 他不可能超越元一了 于是他接受五彩的提案成为鬼 炎盛放弃鬼杀队而成为上弦之一的黑死猴 他成为鬼并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绝望 他成为鬼是为了成为强大的剑士 成为鬼过后的炎盛 他也开发出月之呼吸16种招式 在所有的呼吸法中 月之呼吸是最多招式的 而最强大的日之呼吸也只有13种招式 炎盛会开发那么多招式 那是因为他成为鬼有很长的时间来修炼 但这也毫无疑问证明他是有天赋 我们所知道的第一至第六型的招式 是他在人类时期创造出来的 从第七型开始是他成为鬼过后开发的 那是因为第七型过后都需要鬼的力量 就比如长相奇怪的异形之刃 招式的每一个攻击都融入了血鬼术 他会不断地创造那么多招式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 他或元一的战斗中非常痛苦 虽然元一已经年老了 元一应该会比年轻时更加虚弱 但黑死谋还是败给他 所以为了不再让自己输 他要创造的招式越多越好 他知道成为鬼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但他渴望力量的心战胜他的荣耀心 每当面临重要选择的时刻的时候 他都会选择让他变强的道路 如果他把这样的决心放在鬼杀队的话 他也许会成为鬼杀队最强的剑士之一 他在小时候就被人认可的他的能力 然后他也有那个想要变强的心 就算不成为鬼 他也可以是个强大的剑士 如果他是现代的猎鬼人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严胜在鬼杀队 在现代的鬼杀队元一已经不在 严胜是利用对元一的极度 作为变强的动物 现在元一是不在 严胜大概还有更多喘气的空间 不过在严胜发现元一的实力之前 他对修炼变强大的心已经很强烈了 所以毫无疑问他本身已经很强大了 他几乎是可以成为鬼杀队的柱 很有可能会成为月柱 那么他会和现在的柱有什么样的关系 柱他们很少会聚集在一起 他们都是透过送鸭交流比较多 严胜的个性也不是很黏人 所以他可能会与其他柱保持一些距离 柱之间是没有分等级之分 他们都是鬼杀队最高地位的人 但在柱之间大家都会特别尊敬严柱 因为严柱是柱中最强大的人 如果我们需要在严柱和严胜之间选择队长的话 那我会支持严柱 那是因为严胜在战国时代当猎鬼人的时候 他也不是中心人物 在他成为黑死某的时候 他说话的速度也非常的慢 你要很有耐心地和他交谈 所以他给人的感觉 他并不适合率领团队的人 严柱则是有凝聚力来率领团队 在柱当中 我觉得严柱 想要变得强大 心都比其他人都强烈 所以他必定会在柱当中脱颖而出 在他是黑死某的时候 他也特别照顾一无佐 所以严胜也会照顾其他年轻异辈的猎鬼人 如果严胜与上贤之鬼战斗 严柱说过 一位上贤等于三位柱的实力 需要四位柱才能对抗黑死某 但这是鬼化的黑死某才会那么难对付 我有点怀疑人类的严胜 会不会和黑死某有一样的能力 鬼被砍了可以再生 但人类就没有这个能力 人类对战鬼都是人类比较吃亏 黑死某的血鬼术也是人类做不到的 在故事中 几位柱同时对付黑死某都会有几位牺牲 如果严胜还是人类的的话 他也只能使用月之呼吸的六个招式 他的刀不是血鬼术制造的话 他的攻击范围就和他的剑的长度一样 如果他面对上贤之三一窝座 一窝座的攻击是使用武术来攻击 一窝座是个出色的武者 如果他们打进战会很精彩 一窝座有个习惯 他喜欢邀请强者变成鬼 严柱和水柱都被邀请过 所以一窝座遇到严胜一定也会邀请他 只要严胜坚决自己的道路 用一颗坚强的心去战斗 如果严胜还是渴望力量的话 他也许会接受一窝座的邀请 严胜对战上前之五玉壶有很大的胜算 玉壶可以在多个壶之间顺利 血鬼术是能从壶中召唤出 还有各种不同的水系生来进行战斗 但严胜的技能和经验也非常丰富 所以严胜达到他应该没问题 但是对付上前之六 舵鸡和继父太郎 上前之四的半天狗和上前之二的同模 就有一点难度 即使严胜真的很强大 但要同时砍下舵鸡和继父太郎的头 一个人是很难击败的 因为你需要同一时间击败他们 就算你砍断其中一个人的头 但另一个人会袭击你 半天狗也是很难对付 它的本体会躲在分身的身体里 而且分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 所以严胜是不可能一个人打倒 更糟糕的敌人是铜膜 它的血鬼术可将自己冻结的血液 变成物状冰晶 人类的皮肤在接触到铜膜的冰晶后 便会被冻结 若是冰晶被对手吸入肺部 则能够另呼吸困难 进而使得肺跑坏死 对于会使用呼吸法的人来说 是致命伤 严胜也会逃不过这招式 所以对付他们需要与其他的主联手 才能获胜 在他是黑死谋的身份时候 他只是使用通透视界观察严柱的身体 就可看得出严柱是个非常强大的猎鬼 也就是说严胜只要透过观察其他的柱 他就可以很轻松地和他们配合 如果严胜是站在鬼杀队这边 他们和上贤的战斗会更加容易 因为多了一位强大的战力 严胜是个对力量非常痴迷的人 他看到圆一的天赋后 他还是没有放弃锻炼 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他没有成为鬼 而是成为猎鬼 他还可以合助相处和培养新人 这件事情是有多好 但可惜的是他为了力量成鬼 如果他是猎鬼人 你觉得最后和无惨的战斗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死伤会不会减少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也想知道你们的回答 那我们下个影片 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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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